一人喔 咱們想起的傻乎 一來就要給我家精 好久不見的國媽阿嬤 這回又開罵了 因為她明明身子骨还很硬朗 既然有人误傳她已经往生 是我来的时候都没看过你 我最后拼到这么多 我们从屏東来 讲话蛮幽默的 对啊 就觉得很开心点 精神很好 听见阿嬤开罵 种气十足 专程上山讨骂的骑士们 才松了一口气 原83岁的臣妇阿嬤 在山区经营杂货店 她因为看不惯骑士骑快飙车 每天坐在店门口飙骂 提醒骑士骑慢点意外爆红 但最近不少骑士上山找不到阿嬤 竟然不知从哪传出阿嬤的死讯 没有啦 这老伙子都也是这样而已 不然是要怎样啦 在那边是两岁了 要再招一岁 跟人头队才不去 赶紧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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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骑士被骂出感情 还会跟阿嬤玩起 现在最夯的自拍旋转 阿嬤会错意 自己绕圈走 可爱啥样也让车友们觉得亲切 原来阿嬤的赶紧店 就在台三线312公里 嘉义中部路段附近 山路弯道多 阿嬤为了骑士安全 站高骂人 最近只是因为年纪大了 体力差 只有假日才会上山 现在想找阿嬤讨骂 还得碰碰运气 来啊来啊来啊 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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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教你终于 这不能再 39 早就升线 嘉乃